這個不是主鬥燃鬥機的問題 這個是一國屬的問題 如果去年那個教會普查 你都可以看到過去五年的 香港教會的年輕人 投身得真是五年中間 你不要動手 你報警 我們已經報警 你不讓人走 你現在報警處理 你不應該算推人 我們已經報警了 你報警就不要再推人了 不公義的地圖 公平應該是這個地圖才有 公平公義明確實 剛才你說的 五月大會決定了抽籤 但是現在的抽籤變了什麼 變了大圍標的抽籤 變了西選的抽籤 變了小圈子的抽籤 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經過諮詢 你講了這麼多諮詢 有沒有經過諮詢 你說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是逼中改革派送徒的節目 門徒公義 今天是第86集 有我Hawy在這裡 聽慣這個節目的聽眾 都應該知道 如果我們不在星期一播出的時候 通常會有些特別的事情 所以就開咪 沒錯 今天就是因為有件事 就是 接下來這個星期日 就是六四二十八周年 所以今集 特別會講一下 關於六四的題目 而今集 我先預先聲明 我們會認屎認屁 對 我們會認屎認屁 但認什麼呢 就是關於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 他們今年做六四二十八周年 討聞 聯署人數 可以說創下歷屆以來的新低 只有357個 只有357個 我就找過最近這十年的 因為他們每年都會做的 聯署討聞 最上一次的低位 在十年以來 應該是二十一周年那一次 即是2010年 那次只有522個聯署 已經是十年以來的低位 但這次357個 已經打破了舊有的紀錄 會不會是二十八年以來的最低呢 因為我們人手有限 我真的沒有時間再檢查之前所有的紀錄 如果聽眾真是深水清的 或者有這些時間 可以幫忙再找回 看看會不會這次357個 是愛民運 歷價以來最低的聯署數字 其實我們支持本土媒體 或者我們節目 我們也曾經去報導 或者評論過 這次這個討論 是有幾個離譜 這個討論 簡單來說 是離地 和維穩 這次這個討論的題目 叫做 世界顛覆行政道 無忘六四 首初心 你聽過這個題目 就覺得好像很正路 但是 你逐一細心去看他的內容 你就越看越發覺 不妥的 真的 他在討論中 他居然會呼籲 一些信徒 我們要為中港的執政掌權者討告 你想想 在過去幾年 由梁振英 到現在 林鄭月娥 香港人已經受過不少苦 甚至要上街 要去佔領 要去扔磚 對於這些執政者 倒行的逆施 倒行的逆施 我們作為基督徒 要譴責 以及我們要按著聖經 去有一個斥責 要他們悔改 你不是 你這個基督徒 愛國民主運動 居然還呼籲宋徒 要為中港執政者討告 希望他們能夠包容折立 逢保施裂 善治愛民 包容折立 逢保施裂 善治愛民 還有 他還要引經據點 去為他們執政的掌權者 的權柄去背書 他還說 地上的權柄 皆源於掌控歷史的三一真神 所以大家很多的宋徒 看完之後都覺得離譜 所以為何我們門圖媒體 我們有報導 我們有節目 我們真的就叫做 叮住來打 因為我們覺得 這個討文 絕對不能接手 這個討文 完全是站在 梁振英 完全是站在 林鄭月娥 那個角度去說的 你不是站在香港人 不是站在平送途的角度去说的 你不是站在鸡蛋的角度去做这个讨论 你完全站在高场的立场 为这个政权背书 所以我们绝对觉得是很离谱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断用报道 用我们节目去发声 呼吁为千万要看清楚这个讨论是有问题的 而果然 众部的基督徒或激众派基督徒 都留意到这个问题 也散播开去 使得这次基督徒爱国民主运动的28周年的讨论 创下一个新低 只有357个联署 但是我认为357个联署 都是不够少的 还有人还没有醒 还有信徒 或者还有一些教育的机构 单位还没有醒 觉得这种如此维稳的 觉得这种如此站在掌权者 完全离地的一个讨论 还有人是联署 还有人支持 我觉得也是多 其实应该是更低才对的 我也希望明年如果基督徒爱国民主运动 重促这些讨论的时候 我们会继续追打这类的联署讨论 其实这一集主要是认屎认辟 因为我们也要去问一下 今年他们这28周年的讨论 一个这么维稳的讨论 告不得到宋徒的支持 究竟是哪一个责任呢? 我这次用这一集的时间 最主要就是要承认这个责任 是完全是我们门徒的责任 是我们的责任 这些事情是不怕认的 这完全是我们作为击中改革派送途门徒的责任 我坚持认 我绝对要坚持认这个责任 基督徒爱国民主运动 这个这么维稳的讨论 他们今年居然得这么低的联署 这么不受人欢迎 被送途去唾弃 谁去说出这件事的? 谁去做这些报道的? 谁在节目里强调这个问题的? 就是我们门徒的责任 我愿意去负责 愿意去负上这个全责 这就是我们门徒的责任 我也是觉得多 我也是觉得357个联署也是多 还有人还没醒 我觉得我们的主持 我们的记者 甚至是我们的编辑 那个批划力度不够 我甚至觉得力度要再大一点 竟然今年还有357个联署也是多 应该是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所以我们门徒很乐意 认屎认屁 为着今年几乎爱国民主运动的联署 有这么新创下这个新低 我们愿意负上传责 谁在报道里面 逐一去做一些报道 去批评和分析这个讨论的问题 是我们的 有谁开咪开节目 去评论这个讨论 以及呼吁大家不要联署 又是我们的 所以我们真是 耳无反顾 真是认屎认屁都要承认的了 这个绝对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门徒今年也推出了我们的六四纪念讨论 当然是和基督徒的外国民主运动很不同的 我们不会维稳 我们不会离地 我们觉得其实要接地气 我们这篇讨论的题目就叫做 二十八周年门徒土闻 承传宗教改革的抗命精神 我不会读完的 因为实在太长了 但是我们的立场主要就是 要站在今天我们所处身的香港出发 去思想六四这件事 我们会想一下 香港在过去几年经历了街头的战令 有这个旺国的骚乱 甚至我们经历了一个很赤裸的小圈子的阴点的特首 我这几年 香港人已经 看惯了政府那种濫权 公开睁大眼说大话 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了 甚至我们觉得 好像没有办法去抵抗 改变不了那件事 所以我们站在立场出发 去思想六四这件事 对于我们香港人来说 还有什么意义呢? 而今年 今年又刚好 对于基督新教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个年份 因为今年是宗教改革的五百周年 所以我们这个讨文 我们是思想 首先我们作为香港人 我们亦是作为香港的 基督新教的送徒 究竟这两件事给我们有什么启发呢? 我们亦看到共通点就是六四 其实当年就是一批学生 站出来抗命 而我们亦看到宗教改革 就是当年一批改革的先锋 他们看到教庭的腐败 他们亦出来抗命 出来发声 首先我们就捉住了这个共通点 我们就捉住了这个共通点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讨文里面 就由现在 处生在2017年 这个香港的时刻出发 所以我们就提出了三个纳指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觉得 我们作为香港的送徒 是需要按着真理 去直斥现在那种政权的不二 因为我觉得我们作为门徒 就是基督的跟随者 我们是在世的 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对于现在这个香港政权那种的不公义 我们作为基督徒 亦都是有需要按着一个圣经的真理去指出 现在这个社会 现在这个制度 现在这个政权的问题 在哪里 我们经常说基督徒要传福音 没错是要传福音 但是福音不是单单说那种个人的罪 亦是说福音的功能就是能够揭示了社会的罪 以及如何去悔改 所以在第一点的纳指就是说 我们在六四的28周年 但是在2017年 作为香港人 亦都同时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承传在1989年 那批北京的天安门学生那种抗争的精神 我们亦都希望能够承传在500年之前 宗教改革 那批改革先锋 那种勇于发言的精神 我们觉得是需要按着真理 我们有一种纳指 是要对于 现在甚至未来那种政权 或者社会的不公义 我们会按着真理去直斥其非 这是第一点的纳指 第二点的纳指就是说 建制的教会我们觉得 呼吁他们应该是要悔改 圣经讲得很清楚 一个人不能复视两个主 路加福音16章13节讲了 如果不是 你不是厌恶这个喜爱那个 就是忠于这个 轻视那个主人 我们不能够既服侍神 又服侍这个马门 会是 但是今天我们就 看到很多主流的 建制的教会 他们就真的是一个人在服侍两个主 究竟他们是圣党 还是圣爷呢? 有些他们的大主教 像是圣公会那样 做这个政协的 像是这个协众会那样的 会帮助这个政府 去产生这个十籍的选委的 去帮助这个林郑去当选的 加强她那种所谓的合法性 我们觉得教会不应该被政权收编 教会是需要和这个政权保持一个距离 但是今天我们看不到这件事情 我们就看到反而和这个政权的那种靠拢 是越来越紧密的 所以我们的第二点的纳志 我们就是呼吁 这是主要对于香港教会的 这一点就是 我们呼吁香港的教会是真的需要悔改的 而第三点 第三点的纳志是我们作为一个信徒的纳志 不要在死人里面再去找这个活人 看看六四已经过了二十八周年了 已经过了二十八年了 我们不是说要去忘记六四 我作为门徒的发起人 我都要清楚说 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再去纪念六四 忘记了它 这件事跟我们没关系的 二十八年之前的事情 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 或者经历过 但是在今时 2017年香港这个时候 我们经历着的 我们是处身在这个时空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是用回六四这个框架 当年发生的历史事件 再加上在五百年前宗教改革 那种我们所谓在宗教上的先行 那种精神 这段珍贵的历史 我们这些改革先言留给我们的遗产 我们就如何应用在2017年这个时空里面 我们觉得就是 不要再留在空坟墓里面 正如耶稣復活了之后 天使也叫妇女或者那些信徒 不要再平留在哀伤里面 你们需要做什么呢? 你们需要把这个消息 去告诉其他的门徒听 你们需要把这个福音 去赶传的 把耶稣交给你们的使命 去实践开去 我们不是每年回到怀院那里 点一下蠟燭 然后完了 哭一哭 然后回去 那没意思的 我觉得同一样东西你做了28年 同一样东西你做了28年 其实你就真的要改革了 我觉得 对不对? 你看圣斗士星矢也说 同一招对圣斗士不可以洗出第二次的嘛 第二次就没效了嘛 不会有人同一招 使用28年的嘛 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纪念六四 但是你要去把那种形式 你要把那种精神 最重要就是把目标转化 转化 用回我们的基督教授意 就是心以今生而变化嘛 你不是把你的人留在旧我那里嘛 你要脱去旧我嘛 换上新人嘛 同样啦 纪念了28年的东西 你不要再遗留停留在28年之前啦 我们要向前走嘛 我们就是怎么去承传以前那种 无论中有改革 或者1989年那个惨剧 留给我们的一些教训 一些遗产 或者一些信息 成为我们能够继续向这个社会发光发热 那种的力量嘛 不要在死人当中找活人 所以这就是我们门徒 那个今年六四28周年的讨论 成全宗教改革的抗命精神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如果大家是同意这个讨论的时候 我也呼吁大家可以帮忙去分享这个讨论 在你的Facebook 或者WhatsApp 等等的这些平台 那样啦 又或者你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或者你想去有一些自己的信息的 那你就自己 那你就自己写个28周年讨论 然后发布开去那样啦 互联网那样方便 不难的 但最重要的是 我们怎样在现在的时机 扣过每一件事 能够去对于这个社会发声 或者我们作为基督徒 能够藉着我们这个身份 再加上现在发生的一些事 去把我们的福音 或者送识 散播开去 如果你不同意基督徒 爱国民主运动的讨论 你就不要联署啦 甚至乎 如果你说 我对于门徒这个讨论 也有点意见 那你就自己写 自己的讨论啦 最好了 自己的讨论自己写 然后分享开去 将你想说的东西 将你想影响人的送识 发布开去 这个就最好了啦 好了,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啦 好了 在这里我们有个结束啦 下周一我们继续会有节目的 大家就留意收听啦 好,我们来个祈祷结束 创天造地的上主 是来近六四的28周年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香港 在过去那几年的社会里面 我们的不公义 或者这个制度 真的崩坏得很快 我们经历过这个战领 我们也是经历过这个旺角的一个骚亂 甚至我们经历过很多 在以前我们想象不到 但是发生的事情 我们对于这个掌权者 我们对于这个政权 我们抱着一个否定的一个态度 我们觉得他们利用了这个权 他们有权用到做 他们将法律 他们将行政 他们将立法作为一个工具 但是他们不是去帮助 他们不是帮助弱势 他们不是帮助这个市民 他们是用来去欺压 他们是用来去管制 他们是用来去谋取 他们自己的一个私利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作为香港人 我们对这些 我们去谴责 我们甚至乎觉得 是需要一个就作 我们觉得公义是需要去伸张的 上主我们求你是临在的 我们求你是去知道 我们都相信你是会有所审判的 但我都求主你去保守我们 各人的心 去保守我们 在黑暗当中 仍然能够去见到有一个盼望 见到有一个楚歌 在这个六四的二十八周年 在这个宗教改革 今年五百周年的香港 我们作出这个的祷告 我们简单而不完全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圣明治而祈求 阿们